香港娱乐圈现状 67岁演员摆地摊 时代抛弃你的时候 连一生再见都不说 总是陌生的明星会越识越多 熟悉的明星却会随着岁月逐渐忘却 从某一天起 香港演员关聪摆起了地摊 商场门口 一个67岁的老人家 一桌一一 一块港台巨星关聪的招牌 几何自制的奖 便让这个几平米的角落成为了生意场 偶有人驻足 有认识的人 为这位曾宏及一时的演员 沦落到如丝禁地感到惋惜 常感叹 时代抛弃你的时候 连一生再见都不说 关聪当年加入异讯班学习成为艺人 并不是想要成为明星 不过是混口饭而已 都是为一份工作罢 所以在娱乐圈期间他很轻快 十年间拍摄过的电视剧多达80部 之后又涉足到电影圈发展 先后拍了30部电影 成得上相当高产 香港娱乐圈还有一位就是李忠宁 当时的李忠宁正是跟着郭富城 邱淑珍一起成为了组合的一员